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啊 我们看这个手向的一些纹路啊 这个是后期呢 我们通过这个手向的纹理啊 把这个勾勒出来的一些这个东西啊 纹路交错啊 构成三角形啊 财库代表着财富 这种手向的人呢 就是你先天上有这种财库在 就等着你去通过事业方面 还是商业方面 通过平常的一些观察也好 去发掘这个财库啊 这是这么一个 负生命线就是贵人文啊 贵人文在生命线内侧平行的一条纹路 那在事业上生活上 还是感情上都有贵人帮助啊 就这个意思 如果是有一种玉贵文 就从这个月球的位置延伸延伸到 这个事业线到事业线就停止住了 这就是在事业当中容易遇到贵人啊 这个专职事业 健康线啊 健康线就是一种这个反向的纹路啊 去你去反向思维去考虑它就可以了 就是说有的话就代表身体不健康 没有的话反而是身体健康 就这样一个意思 感情线分叉行Y字文啊 这个是在感情线感情当中呢 会有一些不如意在事业方面是非常稳定啊 工作当中也是能够得到贵人相助 将来事业方面是不错的 唯一的就是这个感情线 有一些小的波折啊 波折 形成Y字文啊 我们说感情线要怎么样啊 要么就是一条干净到底啊 非常的清晰没有杂温干扰 要么就是尾巴有三条 长度相等 深浅一致 这种凤尾温啊 不要就是 这里有一条分叉 这里又有一条分叉 这个头尾都有分叉 这个是非常很忌讳的一种 这个感情的一种 感情线的形态特点啊 好了 有关这个手向 我们就先分享到的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下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我们下期再见